2月5日农历大年初一 大手印五局佛协会将举办财宝天王成就法会 欢迎大众统战法义 迎接新年到来 借由财宝天王的法会修持 消除夙宴议员 广征福德及修行资粮 令新的一年平安顺利 未来是获得善趣、解脱、利他、成佛等安乐之音 寺庙里说 其实当地寺庙里说 就是本身有两个三位住持包含我 那另外两个就是在当家 所以他们来当地的寺庙 是他们来管理、他们来照顾 那我比较没有 还没有算是可以轮直到我 没有那么多的当地 没有那么多事情 那这样的前提下去是 我想本身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留着 哪里做事就这样子 这种领域在台湾 就是算是这个时候 是比较 算是可以说是需要嘛 就留着台湾再成立这个道场 再到现在 就是上课 供修 或是一些生老病死的 有什么问题需要的 我能可以做的事情 我尽量就是做 就这样子 已经过了准备这么多年的时间 那做了也是 其实从来我没有计划 没有想法的事情做了也是 刚才所讲的那些事情 也是做了很多很多事 所以这些也是在台湾的一个 来到这边 之后的一个姻缘就开始 有算是我个人也是 就这个 包到台湾也是 算是有非常的远 那我家乡也没有待过 那么那么久的时间 那算是台湾是 就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那我也几乎是 心事都是放在这边 希望在这边 福有缘的这些众生 2月5日农历大年初一 职贡嘎举大首印五局佛学会 将举办财宝天王财福 勾招成就大海法会 欢迎时邦大德弹乐 同沾法义 成就盛会 时邦新闻记者 烂伊荣台北采访报道